恭喜獎金期待2015年 全球維高的白毛班獎典禮的最佳女歌手獎 很厲害 我覺得一個歌手能夠獲得最佳女歌手獎 是很大的鼓勵 那怎麼辦?之後沒有奮鬥目標 我又不是以獎項目標 但是這些鼓勵就是多多益善 今天這個頒獎展禮 我們都很喜歡看明星穿得很漂亮 今天我很好奇為什麼你會選擇褲裝 有不有型?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女生在頒獎展禮穿褲 第一是大膽 要有女性美才能穿得到 如果我們穿褲裝就不會被誤會 就應該入男廁了 你為什麼用緊張褲裝? 其實我選擇的時候有幾條是晚裝裙的 唯獨這個是褲 我覺得挺好的 我又第一次來新加坡的頒獎禮 我覺得我的性格其實都很適合穿褲 而且這套衣服好像穿得人的腳很長 我給你看看 嘩 我覺得腳是從這裡 好像很長 所以這個 有些掩眼髮 我猜就關對蟹線 大家來來來 看一下多少寸 嘩 嘩 我這個人沒什麼八卦 每次都喜歡看人的高跟蟹 整個安琪呢 每次去頒獎禮 每次去頒獎禮的高跟蟹 沒有六寸都不會上穿 因為我穿的衣服 很多時候都是剛剛這櫃的showpiece 那你想想 那些model穿完的 我不穿回 我可能要站一張椅子才可以 如果不穿這些鞋 那現在好一點了 經過訓練這麼多年 OK 這裡啊 是的 這位呢 他曾經在我的節目當中 當過嘉賓DJ 對 那現在呢 我又等到他 他是我第一個 就是在節目當中 呃 來陪我說話的人 歡迎曾沛茨 哈囉 各位九胖胖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曾沛茨又見面了 是的 但是妳今天是很女神耶 對 女神妝 今天女神就是我的訴求 你們知道今天在挑 在做髮型的時候 然後因為髮型師是 當然我是第二次來新加坡 工作的關係第二次來 然後髮型師就問我說 沛茨啊 妳今天想要用什麼樣的髮型 我們非常有默契 我就說 哦 就是給我女神的髮型就對了 因為我現在為了要 年底要拍新的戲 終極系列 所以我就是頭髮 我暫時都沒有修剪 所以其實我頭髮已經滿 還滿長的 沛茨的黑框眼睛這張專輯 也發了一段時間了 那現在 最近出了拍戲 就會還有在忙什麼嗎 嗯 最近就是先 會先開拍 然後希望在2016年的時候 盡量希望能夠在上半年 能夠把專輯也錄好 然後在第二張專輯 不要再讓大家等那麼久 對 希望自己 目前可能會專注在戲劇 跟發片這兩塊 那當然如果新的領域的挑戰 我也會勇於去嘗試 OK 好 那希望沛茨呢 上一次其實黑框眼鏡 真的是隔滿久才來到馬來西亞 那希望新專輯的時候 可以很快速 又來到馬來西亞跟大家見面 好 希望就是很快可以再見到馬來西亞的朋友 那不要忘記我 雖然你們看不到我 可是可以聽我的歌 看我的戲喔 好啊 希望我們看到長髮的你喔 好 我會努力 謝謝TIS 謝謝 謝謝 拜拜